云林陡南一间铁工厂 老板在自家水池养了七只褐色菜鸭 由于水池就在人来人往的自行车步道旁 常常吸引不少民众路过来看鸭子 而最近老板发现了这些鸭子竟然身怀绝技 他们竟然会叼着自己的饲料到这边喂鱼 而且鱼群也很聪明 会在岸边等着鸭子喂食 难得一见的场景也让民众嘖嘖称奇 吃过鸭肉看过鸭子游泳 但你可能没看过鸭子喂鱼 注意看眼前这只鸭绳子一转 就往后方丢在几口脸盆里的饲料 接着再回头毫不迟疑 嘴巴就伸进水池里喂鱼 这转头来回肚部的模样超卡哇伊 而鱼群为了抢吃在水池里翻滚 更神奇的是鸭子喂鱼一次两次三次 每次还不断移动位置 几乎是每一边都过得周到 由于水池就在人来人往的自行车道旁 也让不少路过民众直呼超厉害 他会自己用嘴巴然后叼飼料去喂鱼 第一次看到耶 为了园林斗南这间铁工厂 老板在自家水池养了七只褐色菜鸭 前阵子惊讶发现这群鸭子似乎充满灵性 竟然会叼着飼料喂鱼 而且鱼也很聪明 知道要在岸边等鸭子喂食 一大盆飼料本来够七只鸭子吃一天 结果现在不到半天 飼料全被鸭子跟鱼吃光光 现在鸭子不仅一间挑起 喂鱼的责任 也展现鱼鸭和谐共处 解国正义云林 差不多 我们下期见